关于这个特长 Additional skills 原来是没有highlight出来 所有的我打了勾的都在上面 特别多 有点乱 没有哪个是突出的 你得把你的最强的特点突出出来 比如说我会说普通话 我会说粤语 这个应该放在前面 4月12号星期三 今天又在上课的路上 上节课老师跟我们讲这些 叫做他的business of the business 讲的就是如何在经营你演员的事业 就是说你要很多东西 要硬件的东西要准备好 前天晚上还是昨天早上 老师就把一个邮件发给我们 让我们就可以参考他的resume 还有hashout 还有他的actor access的page 去看一下 然后我就去开始整理一下 哇原来其实那么久 我没有更新我的那个resume 接着就花了一点时间去更新 然后把要发给老师的也发给他们了 也发给老师了 让他去看一看给我们提 希望他会去点评 然后给我提一些建议 然后其实就说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这些信息的话是挺重要的 因为你可能过了半年 其实事实上你已经拍了很多片子 或者说是有很多变化 你都没有更新上去 那那个casting director看到你的page就会 你原来只做了这些事情 其实你在过去的半年做了很多别的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你怎么编排 是不是排的很乱 你的hashout是不是ok好不好 其实你可能也就是花点时间 或花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这个确实是蛮重要的 今天上课的话 老师会继续讲这些相关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可以提问 我的问题是对于刚起步的演员来说 是不是可以不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 因为你毕竟更重要的是去学习和拍一些片 然后在第二步才去做这些 要不然你放的东西也没有内容 同时也花费了你很多时间 而且可能你就算找到一些机会 你没有任何经验 你可能也未必能抓得住 我的问题是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manager和agent 这两个是不是是不是两个都一定要去有 这个我也想看看他的回答 ok这就是待会我可能会去提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下个礼拜开始的memorization 就是有那个sing的 那我就花的时间不多 因为这段时间还在剪采访的视频 然后花的时间蛮多的 然后就有在记 但是没有记得很多 很好 然后现在基本上在路上 待会我录完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在路上也会不断地放我录下来的那一段 读的那个视频 然后跟着他一起来 跟着我这个视频来一起读 I need you to sign a cell ticket for a client online Wait wait Chris I got arrested last night The FBI arrested me because of my involvement in the firm Come on Chris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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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knew everything They had a photographs They had a tape recorded conversation They bored my father in you know Chris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Chris everybody's going to 刚刚上完课啊 今天老师就足够讲了一下 我们发过去 同学们发过去的 自己的这个 Actor Access的page 还有Resume Rail 那足够的都讲解了一下 就是点评了一下 然后提了一些建议 那我非常高兴 是我的 是第一个在讲 然后 也讲的挺详细的 就是Resume的问题不大 就只是一个排序的问题 他说把主演 按最角色的重要性来排 你对自己的 原来我是按照 我的戏份 和我个人的表演的 好与坏的顺序排的 这个对于Casting Director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这些 通常不是很出名的影片的话 谁也不知道你演的怎么样 但关键是你演过什么角色 很重要 就至少就是说你被 你被Cast去演了一个Lead 跟去演一个背景演员 就是不一样的嘛 肯定是 就是说你承担 就是说你的戏份啊 你的这个能力就比背景演员要强了 肯定嘛 然后我的方面的话 他挑了一下我的那个Hashout 告诉我 其实我一直放的那个 就同学们也都说 就是这个不是最好 最好的是另外一个 然后我到时候我也可以适当的去挑一下 然后还有关于我的这个Rail的话 他就提了一些建议 就是我这个名字要放在最前面 让Casting Director 第一个看到你的名字 然后接着是你的那种 比较重的戏 你演的表演表现的比较好的 就是比较能看到你的表演的这个 Sing开始 然后比如说你还有一些这种 没有词的 但是形象上你有演过 能展示你演过很多不同的角色形象的话 那个放在后面 然后时间控制在一分多钟 两分钟这样 然后把那个同一个片子 同一个那个Sing的话 尽量放在一起 不要去那种混检 就是那个Cross Card这样 我之前就是经常会 这个片子在前面 这个片段 同一个片段的一部分先放 然后就穿它到别的 然后又回到那个 这样他就说不是很好 那最好能看到你这个 那个那个转折 比如说一个人物的变化 是最好都放在一起 能看到前面是这样 然后通过什么变化 能看到这样的一个 你的表演的这种张力嘛 变化 还有是还有什么 还有同学 其他的同学当中的有一些 就是有几位同学就是那种确实能力很强 也演了很多 但都挺保守的 太诚实了 没有把它写得很突出出来 或者说是没有把它挑出来 这也是不好的 就是说Resume的话 你是重点是让别人在短时间马上看到你的亮点 而不是说你要多诚实 那个太保守不行 还有关于那个特长 关于这个特长 Additional Skills 那我原来是没有highlight出来 就是所有的我打了勾的都在上面 就是所以就特别多 有点乱 看起来就没有哪个是突出的 你得把你的最强的特点突出出来 比如说我会说中文 我会说普通话 我会说粤语 这个应该放在前面 然后还有他看到那个Marshal Arts 就是武术嘛 它上面有嘛 他说那你的水平是怎么样 我说我为什么我放那个Marshal Arts在上面 虽然我不会 但是我放上去呢 但我是觉得我可以去摆弄一下 或者说是比划一下还像一点 同时的话 我说我有一个条件就是特别好 我有朋友是动作明星 我随时可以去上课 他说那你就去上一个课 你就跟他上几节课 或者说是专门上一个系列的课 这样的话 你就把这个Marshal Arts突出出来 就你就可以写成是trained martial arts 那你就比很多演员就不一样了 你就是受过训练的武术会武术 那比如说你能拿到什么 那个什么奖啊 什么黑带啊 多少级啊之类的 那就更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把你有可能的特长 一个是要放上去 然后你有可能去把它给发挥一下的 你就去训练一下或者是学习一下 马上你的这个resume就不一样了 就有东西突出出来 然后包括有很多同学他有一些特长 他都强调就是要把它highlight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还没有这个拍摄的经验 你没有reel你没有过作品的话 老师建议就是说你去拿就是现在我们发的这个sing嘛 你去去拍一个self tape 这样的话就是然后包括老师也分享了一些已经发布的一些影片的这种size 你可以去做一个self tape 拿这个sub tape去做为你的demo reel 那这样的话其实这种反而有时候甚至比你拍的一些不怎么样的一些小片子小短片还更好 更能展示你的表演的能力 因为这些size是成熟的剧本里面拿出来的size 那就更有感染力嘛 然后同时你又去演的好的话 那就能表示你能够胜任这些角色 其实这个就反而更好 所以的话我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也会找一些 这样的size去拍一下self tape 然后看看如果好的话 合适的话我也放进我的reel里面去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吧 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这个memorization的这个sing I need you to sign a self ticket for a client of mine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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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I got arrested last night The FBI arrested me because of my involvement in the firm Come on Chris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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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knew everything No they had the photographs They had the tape recorded conversations I got arrested last night 好